哈囉 超人氣童心團體左左右右趁暑假期間發行了專輯 今天還舉辦了第一場見面會 現場唱跳的模樣相當可愛 甚至還當起的老師帶動唱 而曾經跟左左右右共同頒發金鐘獎的金鐘歌影后 粉紅豬中心靈呢 還挺著四個月大的肚子來替他們加油打氣 跟我go let's go 到海邊一起晒晒太陽 舉手投足可愛的沒話說 小童心左左右右今年首發迷你專輯 勤快又活潑 趁著暑假舉辦見面會 重現一段開心唱跳 穿著粉紅澎澎澎裙 如果右右還給自己一個任務 就是挑戰練簽名 粉絲的專輯每張都要自己簽 小小年紀要拍MV又要跳舞 卻不嫌辛苦 因為對他們來說工作就是享樂 去沙灘派對好棒棒 是有去球池 有球池 還有沙灘 還有沙灘 因為感覺那個來表演就像去玩 童言童語讓所有人融化 超萌的無敵人氣吸引許多粉絲聚集 左左右右乾脆當其老師全名帶動唱 扭扭腰白白臀情額異舉 為什麼這麼會跳舞 左左右右不配嗎 小時候聽到音樂就會扭屁股 沒有去上學的話就會在家裡 那個聽拿媽媽的手機來放音樂 然後在家裡跳舞 粉紅豬中心靈挺著四個月大的肚子 帶著兩根棒棒糖來加油打氣 看到左左右右這麼可愛 第二台又是個女兒 不禁有感而發 其實我還滿開心就是肚子裡頭也是女兒 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如果他們兩個要組團的話 我一定要卡一個 因為老師我覺得那個可以跟他們一起跳舞 又回到自己十八歲的感覺 依照勞基法同心規範 暑假工作天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即便左左右右俠帶著高人氣 還是得收心暫時停工 免得課業荒廢就得不償失